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陈的书桌 我结束采访后打算回家 一位妇女突然向我奔来 在我还未能反应之际 她紧紧抓住了我的手 泪水涌出 悲伤地哭喊道 安安 见到你安然无恙 真是太好了 我和你叔叔 历经艰辛 终于找到你了 紧随其后的 是一对与我颇有几分相似的父子 我仔细一看 这不就是我久违的叔叔和一家人吗 他们的突然现身让我感到震惊 在我试图弄清楚他们意图之际 我装作不解地问道 你们是谁 听到我的提问 那个年轻人挥舞着昂贵的自拍杆 嘲讽地对我说 姐 你这是何意呢 毕竟你现在可是出了名的慈善家 怎么可能会看得上 我们这些来自乡下的亲戚呢 爸妈 我们还是走吧 家人们 感谢你们的关注 我们一家历经千辛万苦 才终于找到了我的堂姐 可是 你们也看到了 她竟然装作不认识我们 算了 感谢家人们这段时间的陪伴 我心情不好 先下波了 呦呦 没想到几年不见 小时候那个只知道 用武力欺负我们姐妹两人的小胖子 现在长脑子了 知道耍心计了 可是 她似乎忘了 我是以什么发架的 为了减小影响 我在附近的酒楼 订了个包间 没外人在场 婶婶她也懒得装了 她毫不客气地给自己点了一堆吃的之后 边吃边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了起来 你这个没心肝的 当年如果不是我 你早就饿死了 哪还有现在的成就 有钱都不知道帮帮我们这些亲人 白白便宜了那些外人 你是不是傻 对了 听说你现在有好几套房产 还给萍萍买了一套婚房 你这么有钱 不介意给你堂弟灵异一套吧 我笑了 所以 堂弟之前说的来寻亲是假的 想上门打秋风 是真的喽 我呸 整得我们谁像是很稀罕你一样 我说这么多年了 你们的命还真是硬呢 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 你跟你妹妹那个小丫头骗子 竟然还能活了下来 而且现在都出息了 真是不可思议 她还真是一点也没变 还是那么的自私刻薄 她的那些话 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没想到 他们还有脸皮 我出生在一个小村庄里面 那里的人 家家户户都有好几个儿子 而我们家 却属于里面的异类 我妈连续生了三个姑娘 在我小妹出生的那天 一向重男轻女的奶奶 破天荒地跑来说要帮着带妹妹 可没几天 妹妹不见了 我妈还没出月子 带着伤 跑到外面找了好久 也不见妹妹的踪迹 村里的婶子见我妈可怜 悄悄地告诉我妈 让她别找了 孩子已经被我奶奶送人了 听说 那人还给了我奶奶好几百块钱 那时候 几百块钱 对于农村人来说 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我妈劈了命地跑了回去 看到的 却是奶奶他们分钱的场景 她哭着求他们把我妹妹还回来 却没人理她 我奶奶冷笑着说 我妈 要怪就怪你的肚子不争气 生了几个不值钱的玩意儿 也就是这个小的 为我们家做了点贡献 现在送人 好歹还换了点钱 跟着你们两个 连饭都没得吃 我也是为了你们好 给你们减轻负担 哭什么哭 会气 老两家的现在怀着我的大孙子 你别没事找事 我妈被他们连推带拉地推了出去 她倒在地上哭了很久 直到我跟妹妹找到了她 她像是下定决心一样 给在工地上面打工的爸爸打电话 让她回家找妹妹 没想到 我爸却在回来的路上出了车祸 彻底地离开了我们 我妈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当场疯了 奶奶骂我们是扫把星 我爸尸骨未寒 她就做主把我们一家人给赶了出去 村长看不下去 把我们母女挤人 安置到了村里的一个空房子里面 可没过多久 我妈也撒手走了 为了霸占我们家的房子 私吞我爸的抚恤金 二叔一家装好人把我们姐妹接了回去 从那以后 我们姐妹两个 成了她们一家免费的保姆 被打被骂 那是常事 直到几年后 我的舅舅找到了我们 我们姐妹的日子 才算好过一些 我撸起袖子 露出手臂上那些猙獰的烫伤印记 这么多年了 就算是现在有钱了 我也没想过去把这些印记给去掉 它的存在 一直提醒着我 不要忘记曾经的一切 没想到 她们一家会这么快找上门来 那正好 之前的账 也该清算一下了 二婶一直喋喋不休地说着 可是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终于 她发现了我的异样 有些不悦地摇晃着我 喂 我在跟你说话呢 你怎么出神了 真是个没教养的东西 我笑了 摇晃着手臂上那些猙獰的伤口 甚是一家对我的大恩 我可一直记在心里呢 别急 我会一点点地还给你们的 听我这么说 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叔叔 讨好的说了起来 安安 你别生气 你婶子不是那个意思 你不知道 当年你被接走之后 你婶子在家哭了好几天 她其实很舍不得你们 就是她这张嘴呀 一直都是这么不讨人喜欢 眼前的这个男人 明明应该是我们最亲近的人 可当年 我们在被人欺负的时候 他从来都没有站出来帮我们说过一句话 他一直站在一旁 冷眼旁观 不作为 不知情的人 都说他可怜 一个男人还怕老婆 被一个娘们给管得死死的 可这么多年 我婶婶的名声 在我们那边是彻底地坏了 但是叔叔的名声 竟然一点也没受影响 以前的我 看不懂 可经历了许多之后 我知道 往往这样的人 才是最可怕的 这样的人 城府太深了 在没弄清楚他到底想干嘛之前 我不打算轻举妄动 我一反常态地说了起来 叔 你也知道的 我跟妹妹两个 现在也没什么亲人 听我这么一说 叔叔的眼神亮了 他连忙故作伤感地说了起来 你爸妈去得早 我们兄弟姐妹 也没几个 你爸在世的时候 经常跟我说 让我好好地照顾你们 之前 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 才会让你的舅舅把你们接走了 我跟你婶婶 其实很舍不得的 毕竟 我们也没个女儿 现在好了 以后我们会好好地照顾你们两姐妹的 说到这里 他还假意地抹了抹眼睛 可笑的是 那上面一滴眼泪也没有 我没搭话 慢悠悠地喝着茶 静静地看着他的表演 第一次 我觉得像叔叔这样的人 不去演戏还真是可惜 经过他的提醒 一旁婶婶突然间像是换了个人一样 他拉住了我的手 假意讨好了起来 安安 你还别说 好多年没看到你们两姐妹 我还是挺想你们的 我经常在家说 要是你们的堂弟们 有你们一半的勤快 我跟你叔叔 也不会这么累 对了 你奶奶说了 等我们找到你之后 他也就能安心了 我跟你叔 这次出来找你 其实也是你奶奶的意思 他现在病重在床 想见你们两姐妹最后一面 咱们待会儿就回去吧 他那迫不及待的模样 让我不由地警惕了起来 我冲着旁边的助理使了个眼色 他晦异地说了起来 甚至 你看看 你们才刚刚找到我们林总 怎么着 也得先吃饱肚子再说呀 我也顺势说了起来 对的 反正现在都到饭点了 咱们先吃饭 吃完饭后再说 那个小刘呀 你去找找他们老板 让他好好地安排安排 那什么 这里的招牌菜 全都给我来一份 还有好酒 也来一瓶 婶子 这是菜单 你们看看 还想吃点啥 咱们一起点了 在看到上面的价格之后 婶婶眼睛都直了 她咋巴了一下嘴 惊叹了起来 我滴个乖乖 这都是啥做的 怎么这么贵 一丁点的东西 都要好几百 这真的是 听她这么一说 堂弟林毅也跟着围了过来 她看了又看 还忍不住用手机拍了起来 妈 又不要你给钱 敞开吃就行了 反正我堂姐现在有钱 服务员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全都给我们各来一份 不对三份 站在他们旁边的服务员 有些为难地再次确认了一下 先生 你们确定每样要来三份 怎么了 你有意见 堂弟林毅那嚣张的态度 让服务员脸上的神情变了又变 我连忙解围 上前说道 就按她的要求来 对了 你们的周总在吗 我正好有事找她聊聊 让她给我整几瓶好酒 在的 我这就带你过去 那服务员知道我是这里的常客 也没避讳要带着我离开 还沉浸在那些美食之中的婶婶一家 并没想着要把我留下 他们一门心思地铺在了那些看上去很少 但很贵的食物上 我冷笑了起来 好戏 开始了 很快 我在大厅找到了助理小刘 在看到我的那一刻 她急忙走了过来 姐 我犹豫了好酒 还是想说 你那些亲戚 根本就不是那回事 咱干嘛要请他们吃 还拿好酒给他们喝的 就他们那样 根本就不配 我接过她手上的酒 认真地端向了起来 笑着说道 你拿的这一瓶红酒 是我后备箱里面 最便宜的一瓶吧 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那不是觉得给他们喝 不值得吗 姐 你该不会生气了吧 我这就换瓶好的来 我拉住了她 意味深长地说了起来 不用 只是可惜了 你竟没那口福了 走 姐带你去看戏 我带着小刘坐到另外一个包间时 她还处于蒙圈的状态 姐 咱们是不是走错地儿了 你婶婶他们一家 在楼上的包房 我没理她 自顾自地倒鼓起桌上的电脑 电脑里面的画面 让我的心 彻底地冷了下来 只见婶婶边吃边吐槽了起来 嘖嘖嘖 还别说 这家店里的东西虽然贵了点 分量少了点 但是味道还真不错 没想到那个死丫头还真会享受的 能找到这么个地方 肯定没少来 坐在她旁边的林役 狼吞虎咽地吃着 遇到一些不好家的菜 她直接扔掉了手上那双爱式的筷子 上手抓了起来 还不忘含糊不清地说着 妈 要不 咱们再多点一些菜 反正是她请客 吃不完也能打包带回去 让莉莉也尝尝 婶婶白了她一眼 你可真行 也不知道那个莉莉给你下了什么迷魂药 出来吃点好的 都不忘给她带 也没见你对我这么好过 真是白养了这么大的儿子 人家说娶了媳妇忘了娘 这还没娶进门呢 浓浓的醋意 让隔着屏幕的我 都闻到了 林毅也不傻 听婶婶这么说 她加了一堆菜 放到了婶婶跟前的盘子里面 妈 你这话说的 她怎么能跟你比 你是我妈 她只是一个外人而已 是你说了 让我对她好点 先哄回来再说 如果不是看在她肚子里面孩子的份上 我才不会对她这么好呢 不过妈 那两个死丫头 真的会跟我们一起回去吗 我总觉得 奶奶装病这一招 对她们来说没用 喝了几杯的叔叔 话变得多了起来 你放心好了 我有办法让她们跟着一起回去 倒是你们 别一口一个死丫头的 怎么说 她们也是你的姐姐 现在也出息了 没那么好拿捏了 看到这里 我一点也不生气 相反的 我对叔叔口中的那句 她有办法比较感兴趣 跟我有相同想法的 还有婶婶 她忍不住问了起来 你有什么法子 我之前看到你跟妈 在小房间里面商量了老半天 你们到底说了些什么 这么多年了 你们一直没把我当一家人 很多事都不告诉我 叔叔没好气地瞪了她一眼 你好意思说 就你那尿性 知道点什么 那不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 行了 我说了我有办法 就会有办法的 你只要配合着我一点就好了 又喝了一杯酒之后 叔叔朝门口看了过去 小声地说着 咦 那丫头出去老半天了 怎么还没回来 该不会 不打算回来了吧 那咱们吃的这桌 怎么办 得不少钱呢 听她这么说 婶婶的眼神变了变 她朝着吃得正欢的灵异吼了起来 吃吃吃 你就知道吃 也不知道长点心眼 那个死丫头说要出去拿酒的时候 你倒是跟着点呀 现在好了 她如果真的不回来了 那这一桌子的饭菜 谁买单 还愣着干嘛 赶紧地给她打电话呀 你之前不是说弄到了她的联系方式吗 快点 被她这么一吼 灵异差点没被噎死 她占红着脸 指着酒旁边的水杯 呜呜了几声 叔叔一看不对劲 赶紧帮忙拍灵异的后背 骂骂咧咧地说道 臭娘们 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东西 还愣着干嘛 赶紧给儿子倒水喝 万一她有个好歹 你也别想好过了 婶婶一看 差点没被吓死 她哆哆嗦嗦地倒了一大杯水 又害怕地说了起来 儿子 水来了 赶紧喝水 喝了就会好的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 说完 她又忍不住嘀咕了起来 我又不是第一次吼她 哪知道她这次一点也不惊吓 叔叔那害人的眼神 让婶婶有些害怕地缩了缩脖子 她再也不敢说什么了 老老实实地站在一旁 不久之后 林毅缓了过来 她生气地说了起来 妈 你以后能不能不这么一惊一乍的 刚刚我的小命差点就交代在这里了 你们刚刚说什么 那丫头还没回来 她一定是故意的 不行 我现在就给她打电话 这一顿饭 得好几千块钱呢 她不回来 咱们怎么办 这个死丫头 敢坑我 林毅骂骂咧咧地掏出了手机 面对剩下的一些饭菜 他们也没吃得心思了 桌上的手机 不停地想着 吃瓜吃得正来劲的小刘 满脸兴奋地说了起来 姐 你可千万别接电话 你看看他们那个样子 真的是 想把你当冤大头 咋咋咋 早知道我就让经理把这里最贵的酒 全都给他们送过去 坑死他们 我倒是要看看 他们怎么收场 我对她做了个禁言的姿势 很快 她就闭嘴了 看着视频里面 他们那又骂又跳的丑态 我竟然觉得一点也不解气 我让小刘探过头来 在她耳边低语了几句 她不停地点头 眼神中透露出兴奋的光芒 做完这些 我悄悄地离开了酒楼 几天后 我刚走出公司大门 就被几个人给围了起来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前几天被我坑了一把的婶婶一家 在看到我的那一刻 林毅急红了眼 她恶狠狠地说道 死丫头 总算是让我们赌到你了 别的不说 还钱 看到她那理所当然的样子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东西可以乱吃 但话可不能乱说 我什么时候欠你钱了 还在这里跟我演 站在她旁边的婶婶 紧紧地拉住了我 那驾驶 生怕我跑了 她情绪异常地激动 你说你一个堂堂的公司老板 看着也不像是缺钱的样 竟然会故意坑我们 一顿饭 吃了我们一万多 抢钱都没这么容易 说 你是不是跟那个老板串通好了 故意耍我们的 哪有饭菜会那么贵 还钱 你如果不还钱的话 我接就不走了 话音刚落 她就撒泼打滚地往地上一躺 我无语地看着她 婶婶 你当真要这样 那天我公司有事 走得匆忙 忘了跟酒楼的人交代一声 确实是我不对 欠考虑了 至于你们说的那一万块钱 说真的 我根本就没必要坑你们那点钱 就我让他们给你们送去的那些酒 随便一瓶的价格 顶得上那顿饭钱 我的神情太过严肃了 看着一点也不像在开玩笑 婶婶的神情有些松动了 当真 你真的没骗我们 那钱的事 我没有接她的话 转身对一旁的叔叔说道 叔叔 你之前不是说奶奶定微吗 我这几天一直忙着处理公司的事 这不刚处理好 正打算联系你们 你们就来了 走 先上我家去坐坐 我先换一身简单一点的衣服 再让助理他们准备点东西 我们立马出发回老家去 此话当真 你真的打算跟我们一起回去看你奶奶了 真好 她知道了 一定会很开心的 那婷婷呢 她会不会一起回去 叔叔顾不上计较钱的事了 她看上去很开心 不知情的人 会觉得她是真的很想我们姐妹两人回去 想缓和关系 只有我知道 她心里打的是什么算盘 几天的时间 让我查清了很多东西 想把我妹妹婷婷也拉进水 没门 我随意地扯了个理由 就敷衍过去了 有些事 也该我自己去做个了结了 把他们带回家后 我故意当着他们的面 把那条价值不菲的手链 很随意地扔在了桌上 灵异的视线 一直没从那条手链上挪开过 我装作没看到 简单地交代了几句之后 就转身进了房间 反锁上了门 在里面磨磨蹭蹭了许久之后 我才提着一个箱子走了出来 见状 婶婶二话不说拉着我就往外走 你说你 换身衣服怎么这么麻烦 赶紧的 你奶奶知道你要回来的事 可高兴了 她现在还在家盼着呢 咱们这就回去 我很顺从地跟着他们一起离开了 走之前 我看了一眼桌上 上面的那条手链 早已不知所终了 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 我露出了嘲讽的笑容 真好 鱼儿上钩了 我装作若无其事的 上了事先就让人准备好的车子 在看到车里面的两个人时 叔叔神情有些不自然地问了起来 安安 你就是回去看看你奶奶 怎么带这么多人 没那个必要吧 看到陌生人 你奶奶会不习惯的 真是个别脚的理由 就我那个强势跋扈的奶奶 她会害怕陌生人 我知道她的担心 故作轻松地说了起来 哦 你说的是他们两个 这是小张 我的司机 旁边的这个是我的秘书小刘 他们送我回老家之后 就会回市区的 听到这里 叔叔松了一口气 随后 我又故作伤感地说了起来 唉 这么多年不见 奶奶竟然会开始怕生了 还真是老了 以前的她 那真的是 我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叔叔刻意给打断了 安安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 就不要多想了 你奶奶就那个脾气 但人不坏 你们走后 她一直在家念叨 说后悔了 又抹不开面 这次你回来了 可得好好地陪陪她 我笑着答应了 就没再言语 笑话 不用她说 我也会好好地跟奶奶叙叙旧 他们不知道的是 我还给他们准备了一个大礼 摇摇晃晃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车子突然停了下来 一旁的婶婶 满脸兴奋地说了起来 到了 终于到家了 儿子 快 快下车 记死我了 我懒得理她 自顾自地从车上跳了下来 算算 我已经有十几年没回来过了 小时候生活过的房子 已经破旧不堪了 跟她旁边的那栋小别墅一对比 那真的是天壤之别 走到我身边的叔叔 笑着说道 走 先去看你奶奶 看完她之后 再让你婶婶弄点吃的 我冲她点了点头 问都没问一声 静止往新房走去 没走几步 就被人拉了回来 错了 你奶奶不在这边 她一直住在你家 我似笑非笑地盯着叔叔 奶奶竟然没跟你们住一起 看来她真的是老了 换成之前的脾气 可不得跟你们闹翻 叔叔善善地笑了笑 你奶奶怀旧 说在新房里面住不惯 咱们不说这了 先进去再说 说完 她打开旁边的大门 还没靠近 我听到了一阵咳嗽声 那声音的主人 就算是华晨辉我也记得 我低着头 生怕一个不小心 就暴露了心中的恨意 好在叔叔他们并没有察觉到 还没进去 她就开始大叫了起来 妈 我们找到安安了 她回来看你了 我对着守在门外的小张他们使了个眼色 便走了进去 一进门 我就大哭了起来 奶奶 我回来了 你可以安心闭眼了 我的话让站在一旁的叔叔一愣 他嘴角抽了抽 有些无语地说了起来 安安 你还是别哭了 你这样 你奶奶看着也难受 我看到躺在床上的奶奶 虽然没怎么说话 但她一直瞪着我 显然对我的话感到不满 我不理他们 继续说了起来 奶奶 我听说你快不行了 虽然你之前对我们母女几人不好 但是 不是有句话说 死者为大吗 我跟妹妹 也都原谅你了 就在奶奶快要憋不住 准备做起身来的时候 叔叔冲到了她的跟前 握住了她的手 妈 你看 我就说 安安他们 都是好孩子 之前的事咱们就不提了 他们现在过得挺好的 你可以跟着享福了 她的那些小动作 我都看在眼里 我没有拆穿 继续说了起来 对了奶奶 我还特意让人给你准备了不少的好东西 你等着 我这就让他们拿给你看 我的话 让她的脸色缓和了不少 我拿出手机 给小张他们发了个语音 很快 他们就提着东西 走了进来 我拆开了箱子 认真地翻看了起来 从中挑出一套衣服 递了过去 奶奶 你看这款样是咋样 我看着还是挺不错的 如果不喜欢 那这套呢 躺在床上装虚弱的奶奶 猛地坐了起来 她对着我大骂 死丫头 你就这么盼着我死 你看看 你拿的都是些什么东西 我能穿吗 我笑了 奶奶 你别生气 刚刚叔叔不是说了吗 让你跟着我想想福 可是 她也说了 你命不久矣 活着 我不能让你想到福 这死后的事 我还是能让你风光一些的 我这不是为你考虑吗 你看 我想得多周到 我把几个箱子里面的东西 全都拿了出来 摆在了他们的面前 还好心地解释了起来 你可别小看这些兽衣 这一件件的 可是我找熟人 花重金让人给你量身定制的 花费了不少钱呢 还有 我还让人给你做了一些房子 车子 丫鬟 婆子之类的 保证你下去了后 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 记得跟我爸妈说一声 我们两姐妹现在过得很好 让他们别为我们担心 奶奶被我气得够呛 她再也装不下去了 从床上跳了下来 那样子 一点也不像是生重病的人 她像多年前一样 指着我大骂了起来 臭丫头 现在翅膀硬了 连你奶奶我都敢皱 真是个不笑的玩意儿 说完 她朝我冲了过来 抬起手 就像跟小时候那样抽我 可惜 我是不会给她机会的 还不等小张她们动手 我直接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 就轻轻地用了一下劲 她就叫唤了起来 我装作一脸无辜地说了起来 奶奶 你是不是误会了 自从我得知你得了重病 非要见到我们姐妹两个才能安心闭眼 我就马不停蹄地开始准备 我怕你在下面过得不好 给你准备着 准备呢 这前前后后 可花了好几万块钱呢 你怎么能倒打一耙呢 她像是意识到什么 一脸凶向地看着叔叔 我让你把她哄回家 你就是这么哄的 弄了半天 是你们想让我早点死 我这是造得什么孽幼 年纪一大把 还受这种气 奶奶发挥着她的特长 在地上撒泼打滚 闹得特别难看 我站在一旁静静地看戏 我们这边的动静 很快就引来了不少村里人围观 之前住在我们隔壁的孙婶 盯着我看了半天 犹豫了许久之后 她才喊了出来 你是老大家的安安对吗 我笑着冲她点了点头 她把我拉到一旁 有些不解地问了起来 安安 这么多年 你都没回来过 接着是 我借机解释了起来 这不是回来看我奶奶的吗 前几日 我叔叔一家去城里找到我 说我奶奶病危 想见我们姐妹最后一面 我这不是合计着 老太太要不行了 之前的恩怨也就一笔勾销了 回来送她最后一程 但是现在看来 一点也不像 我都怀疑我是不是被骗了 听到这里 她无奈地叹了叹气 转身 故意拔高了音量 大骂了起来 我说林家老太太 你可真能做呀 我昨天还看到你跑到村头那里嗑瓜子 逢人就吹你 很快就能离开村里 过有钱人的日子 说到这里 她看了一眼地上的东西 大笑了起来 哟 确实是 你看你孙女给你买的这兽衣 一看就很不错 确实是和你这种有钱的老太太穿 可真配 孙沈的话 戳中了奶奶的痛点 她顾不上跟叔叔吵闹 就朝着孙沈冲了过来 我跟你拼了 你们一个个 都盼着我死 我跟你们说 我命好 死不了 等你们一个个都死了 我还好好的活着 那样子的她 就像一个疯子 被奶奶折腾得精疲力尽的叔叔 还没反应过来 没想到又遇到了新的麻烦 无奈的她 冲着我吼了起来 还愣着干嘛 赶紧地把她们拉住 死丫头 都是你闯的祸 这句话 一下子暴露了她的本性 我忍着心中的不快 走上前 一把抱住了奶奶的腰 嘴里还配合地嚷嚷着 奶奶 你还生着病 冷静冷静 在外人看来 我是真的在劝假 只有我知道 我是故意让她无法动弹 这才让孙神找到了机会 跟她彻底地撕扯了起来 到最后 奶奶一点便宜都没占到 白白地被薅掉了不少头发 我却毫发无损地看了一场戏 就在我看戏看得正来劲的时候 林毅带着一个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走了过来 在看到眼前的情景时 那姑娘夸张地叫了起来 我的天 之前我还是小看奶奶了 她竟然这么猛 还能跟孙神撕逼 我看看 到底是谁赢了 她这一叫 让奶奶更恼火了 她生气地吼了起来 滚 都给我滚 那样子的她 真的像是要晕过去一样 我刚准备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的时候 却被奶奶给拦住了下来 站住 我说了 让你走吗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奶奶这是舍不得我走了 我呸 被气得够呛的奶奶 装都懒得再装了 死丫头 你还当着我想你回来 听说你现在在城里混得不错 还开了个什么公司 你说你一个姑娘 要那么多钱干嘛 这样 我做主 给你找了个好人家 你就在家相夫教子 把你那公司送给你堂弟林毅就行 我被她的话给逗乐了 偏偏有些人还不识趣 林毅一脸激动地说了起来 姐 你放心地把公司交给我 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要说我也算是对口的了 搞直播这行 我还算是内行人了 你或许不知道吧 我现在可是大博主 她越说越兴奋 站在她旁边的姑娘 也跟着起哄了起来 天哪 亲爱的 那我以后 不就是总裁夫人了吗 我就说自己的眼光不错 赶紧地 咱们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粉丝宝宝们 就这么定了 可是 你们还没问过我的意见呢 奶奶不屑地说了起来 你的意见 你能有什么意见 我还没死呢 这个家还轮不到你做主 蹲在地上没怎么吭声的叔叔 抬起头看着我 暗暗 我知道你一直想知道你三妹的下落 我们来做个交易吧 你把公司给林毅 我们告诉你 她的下落 我勾了勾唇 原来 这就是她之前说的 可以把我哄回来的筹码 我闭上了眼睛 语气很平静地说了起来 所以说 叔叔 当年我小妹失踪的时 你自始至终都知道 还是说 她就是被你牵线卖掉的 你怎么能这样 她也是你的亲人呀 显然 她对我失去了耐心 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哼 一个小丫头骗子而已 就算是告诉你也无妨 当年确实是我牵线把你妹妹送人了 她现在在那家 过得挺好的 不过 说起来 我没想到你爸妈会出意外 都是被你们这群丫头骗子给害的 事到如今 她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错了 可笑的是 她们看不起我们这些丫头骗子 却又想从我们手上夺取属于我们的一切 还真是抢习惯了 不过 这些对于我来说 已经无所谓了 很快 她们都会受到惩罚 我冲着躲在门口的小刘点了点头 很快 在旁边开着直播的灵异 突然冲了过来 发疯地大叫了起来 怎么会这样 奶奶 爸 你们快看 怎么会这样 她们还没反应过来 几个警察就冲了过来 她们控制住了 还处于呆愣状态的林毅跟那姑娘 那两人因为涉嫌偷盗 被带走了 证据 就是林毅女朋友手上那条价值不菲的手链 我趁乱 悄悄地离开了老宅 我知道她们很快就会想到 这一切都是我干的 但 那又如何 我只是用她们的方式 对付她们而已 就在刚刚 林毅忙着在网上炫耀的时候 我让小刘她们 把之前我收集到的视频 全都放到网上了 网友看到叔叔一家真面目 骂声一片 原本想靠着网络 博取粉丝好感的林毅 人设一下子坍塌了 很快就有人爆料出 原本看上去很老实的叔叔 实际上在外还有一个家 为了那个家 她还欠下了不少高利贷 我还特别好心的 让人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婶婶 她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我会因为这次事件 赚得盆布满盈的 不久之后 叔叔因为还不上高利贷 被人打成了残废 不见踪影 而婶婶 大闹了一场之后 选择了离婚 走之前 她悄悄带走了林毅的小金库 等林毅从狱中出来的时候 之前的小姑娘 早已打掉了肚子里面的孩子 傍上了一个大款 而她 也变成了一无所有的孤儿 奶奶因为这个变故 真的重病在床 可惜这一次 没人理她 没过多久 她真的去了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带着二妹婷婷 找到了失踪许久的三妹 值得庆幸的是 三妹被新的家人 教育得很好 后来 我们姐妹三人 经常约着一起出去旅游 在一个小镇上 我们遇到了 变成乞丐的林毅 看着她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 毕竟 现在的她 已经跟我们无关 人 总要往前看 不是吗 女孩子 也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